美國的大選今天有這個重磅消息 拜登退選了 到底是不是換成賀錦麗 大家開始討論 這個消息來的也很突然 我待會兒要請教教授 上個禮拜消息一直變來變去 接近週末的時候告訴大家 拜登很可能即將要宣布不要選了 但是週末的時候又有一個消息說 拜登這個堅定他要把他選下去 自由時報就中箭了 今天早上紙本印出來的時候 自由時報說他會加 會更加的努力 結果一登出來 人家半夜的時候已經說他不選了 所以自由時報就受害了 CNN也講說他身邊的幕僚 包括高級的 不是周邊的這些員工 高級的幕僚都是他 聲明登出的前一分鐘 他才告訴你說他要退選了 知情人士還講說 拜登可能是第二次生病的時候 在發布聲明前48個小時 他認真的思考 他是不是真的沒有辦法升任 歐巴馬的前助理 現在CNN的主播瓊斯 他在播報這個新聞的時候 直接熱淚盈眶 他覺得拜登真的很了不起 為了國家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你說大家都不知道嗎 自由時報真的是很意外嗎 但是你看時代雜誌就很厲害 6月28號他已經埋了一個 很大的伏筆 Panic 恐慌 這個時候拜登已經 直將要走出框了 他似乎已經預見 接下來拜登前腳走 後腳上面就是賀錦麗上來了 所以我覺得TAM的編輯 在設計這個封面的時候 其實應該早就想好了 有人講說賀錦麗到底能不能贏拜登 有一個最新興的實驗的民調 他平均的6次的民調 發現他跟川普只有1%的差距 但有人講說因為他是平均6次 這樣的比較其實有點失真 關鍵的搖擺州裡面 他們認為說 也許賀錦麗比拜登好一點點 但是可能跟川普有一點距離 所以到底關鍵的搖擺州 他們的實力到底是如何 這要請教教授 其實這一次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覺得上禮拜風向很亂 我們自己的就太亂 因為一下禮拜六 大家說聽到就是他週末要退選 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大家說他可能週末要退選 然後到了晚上就說他要選到底 他要選到底 然後又有說什麼 他幕僚在幫你退選聲明 好多風向都出來 然後他又前幾天又說什麼一些 譬如說給大選民學代的一些 相關的政策法令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拜登他的幕僚團他有很多掛 很多派 其實跟他身旁大概是說兩三個 他比較心腹 比方說常常跟他在一起 像麥克丹納蘭是他的資深顧問 唐尼倫還有一個 Steve Richetti 還有副幕僚長Bruce Reed 這幾個跟他比較close 這一次他宣佈退選的時候 有一個說法是這幾位 把數據拿給他看 說報告總統 你說身邊那三四個 對 他們還是會給他看一些數據 因為影響拜登要不要繼續選的原因有幾個 包括他自己 拜登要自己選 要不要自己選下去 他的意志力 他的意志力 跟他的體力 對 他可能得了新冠 他可能覺得很累 然後可是他很堅定 他一直說我要不要選是我 休息我爸爸 我爸爸告訴我 不管怎麼樣戰敗 你要堅持下去 所以他之前一直說我要堅持下去 是說他選起他爸爸的 問題是他旁邊這些人 像我剛才講之前是 以前長期一直支持拜登 讓他繼續往前走的人 都拿出數據說報告總統 我們現在的民調 不是輸川普而已 賀錦麗都衝上我們前面 我舉幾個例子 數據給觀眾朋友聽 如果我們看總體的民調 像路透社 路透社做15號16號左右的民調 他那個IPSOS 賀錦麗跟川普是他寫even就平手 當然我覺得民調這種東西 我們還是看一看就好 民調有時候是一時 當你比較基礎是拜登的時候 賀錦麗也許就比較好 但是如果是換成是跟川普 對等的時候就不知道狀況 他不是有做 他做賀錦麗對川普 拜登對川普 我是說當拜登還在的時候 也許你覺得賀錦麗還有錯 他們沒有所謂的慶祝行情 那個時候賀錦麗是平手 拜登是落後一趴 更不用看在CBS更近 他是17 18號中的民調的時候 大概也是賀錦麗比拜登都好一點點 那時候是拜登輸川普大概5% 然後賀錦麗是就輸3% 那是全國性的普查 但是我們知道美國選舉 你看全國性普查 當然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你還是要看所謂的搖擺州 搖擺州你的民調也要參考 其實幾個搖擺州風向還是很亂 但是光看賓州就很奇怪 賓州應該是拜登在2020年競選的時候 他是拿下來的 因為那是他的主票倉對不對 他應該也有輸不得的壓力 可是在賓州賀錦麗比拜登更好 他的民調在那邊是比拜登強的 所以我想這統整以上幾個數據 是讓我想拜登旁邊的幕僚 告訴他說包括總統 我們的情況不太好 不太樂觀 這可能是東亞他的一根稻草 第二根稻草我覺得一定就是 我們之前都在講那些所謂捐款 因為他們有大概9000多萬美金的捐款 雖然是捐到拜登的戶頭上 可是那金主現在有點遲疑 不讓他動那個錢 所以他必須說 而且錢後來他的捐款一直少 因為大亨的錢一直推 所以他錢非常非常的少 不過今天有個最新消息 非常驚人 就是他一推當天一整天 是創他們這幾年來 募款最兇猛的一次 早上看到的時候 一早看到報紙還寫說8億多 後來到了中午說大概十幾億 然後最新消息說一整天募到16億 一天募到16億 這代表什麼 對 他這個現金一開始 我看到是說4000多萬美金 大概台幣15億 16億 一天之內錢湧進來 代表說大家開始認可說你退選 蔡壁路委員面露出非常羨慕的表情 非常羨慕 錢很多 16億 而且一天 對 他是一口氣進來代表說 他說還有一個小時是總共進來3.7億 一個小時之內 那代表說民主黨的金主們 不管是我們講的 這個從猶太人的金主也好 像Chuck Schumer都喊話叫 拜登你可以想想要下來了 那你說裴洛西 裴洛西代表的是加州 那個彎區那些所謂的高科技業的 他也說拜登 你是不是想想下來了 那你說喬治庫隆你根本不用講 最早發難的對不對 他說那個共和黨都可以讓 以前的雷根跟小布希 都可以讓川普這種人 來治理共和黨了 我們民主黨為什麼不能換一個人 你這又老的 而且喬治庫隆你上次是非常挺他的 是很挺他的 他就說我是資深民主黨員 二十幾年來民主黨員 我跟拜登也是好朋友 但是他真的太老了 喬治庫隆代表的是演藝界 跟所謂名人界的那些金主 那這些金主如果都是斷營跟 美國這麼大你要選舉 跟台灣選舉不太一樣是 美國那麼大你前那個 你只要計測場是飛機開卡車 那個整個造作廠都很多錢 每一次新選廠都好幾千萬在跑的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 這個donate很難選下去 教授那一樣跟錢有關 因為他們也有賭盤 最新的賭盤川普是64 那因為換成賀錦麗稍微往下挫 挫到61% 但是他說賀錦麗也不要太高興 因為賭盤認為他贏的 大概是38% 但他有抖升 他抖升了11% 但是也只有到38% 你怎麼看這個趨勢 我們後來講說如果拜登真的退了 一定要有人出來代表拜登 因為拜登畢竟是經過了 超過4000張黨代表票選出來的 拜登說我推薦賀錦麗 假設是賀錦麗好了 這樣門票可以直接給別人嗎 他要經過接下來可能要有個小型的 小型的迷你初選 因為那個時間來不及 對 崔洛熙說你要一個小型的迷你初選 問題是二亥二州 現在他們卡在二亥二州 必須在選舉前90天 確定二亥二州選票上的名單 所以在這個8月9號左右 就要確認到底是誰 可以擔任民主黨的候選人 8月9號轉眼就到了 很快 他還是比民主黨的代表大會 還更早幾天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民主黨 現在非常頭痛的是 該怎麼樣把這個人選 盡快的喬出來 那當然賀錦麗在黨內 當然現在感覺是一號人物 因為其他的那些年輕的 不管是紐森 加州州長 紐森也好 賓州州長Shapiro也好 他說他的副手 可能是剛剛講到 搖擺州的賓州的州長 還有包括北卡州的州長 但是他們講說這兩個都是 全國知名度非常低 而且非常非常年輕 就是對他的加分有限 是 因為這些州長 在自己的州內都是一號人物 就裝腳 你把那個州長 你把那些州長跟川普比 他們還可以贏川普 問題是那沒有用 那假的 因為你全國性的選舉都輸 你說Shapiro 賓州那個可能是 賀錦麗想積極邀請的副手 問題是Shapiro 沒有這個動力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想說 再過四年 我就可以出來選 因為川普只能當四年 美國憲法規定 你美國總統都八年 川普已經當了四年了 再四年 接下來是2028 他不能再選 對 川普不能再選 問題是這些民主黨的人 每個越位遇事 Nuson 越位遇事 Shapiro 越位遇事 但是不要這次當他炮灰這樣 這次出來會當炮灰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很聰明 教授 請教一下 因為歐巴馬他沒有 他有發文稱讚拜登 這樣一個抉擇 但他沒有提到賀錦麗 他跟柯林頓夫婦不一樣 柯林頓夫婦是直接支持賀錦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然後剛剛有講到說 可能會線上投票 八月初決定新的人選 或者是開放式的這些 全國黨代表大會 但是這個模式 上一次發生的時候 是半世紀之前的 1968年的那個時候 民主黨過去兩次臨陣換將 下場都不好 都輸了 台灣也有類似的痛 2000年的時候 辛普森有一個動畫 他也是畫到說女總統 跟他的衣服顏色 還有他的珠寶 他坐在白宮裡面 入主白宮 撞山賀錦麗 有人說他神預言 但辛普森沒有跟你說是哪一年 教授怎麼看 這個圖很有趣 他是2000年的畫畫 楊永明老師他說 是賀錦麗的幕僚很聰明 學他這樣穿 真的嗎 因為那個漫畫是先出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 這個是楊永明老師說 但是為什麼歐巴馬 沒有立刻跳出來挺賀錦麗 但有一說是賀錦麗 在方方面面一直想要模仿歐巴馬 就是有色人種 然後minority 然後又是感覺是努力的 奮發向上的代表 而且又是從法律系統出來 而且他又是檢察官 又是檢察官 對上一個性犯罪 對 所以 歐巴馬感覺是說 你有沒有在學我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有點穿著 所以這有點心結嗎 也不是心結 因為其實我覺得 歐巴馬對於賀錦麗 在某方面的表現 可能還是有些維持 也不是只有歐巴馬 其實賀錦麗在移民政策 跟墮胎問題上面 表現得非常的模糊 我舉個例子說那時候拜登 要賀錦麗去處理大量的移民 從墨西哥邊線湧進來 那些都是從什麼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那些過來的移民 他們說你要追本溯源 怎麼樣降低這些移民 你就是提升他們這些國家的經濟 因為他經濟好了 移民就不會衝進來美國 結果賀錦麗就說好 他去做 可是要做不做 做得也沒有到位 而且人家在採訪他的時候 他也是含糊其辭 所以讓大家覺得 你到底有沒有在關心這個移民問題 因為這個移民問題 是川普這次打拜登打最兇的 第一次辯論 我們看到辯論會 川普就一直說 你讓這些移民非法移民進來 他們都是殺人犯 我敢講 如果賀錦麗代表民主黨 出來選跟川普第二次辯論 川普就講了賀錦麗沒有說比較難打 好打 賀錦麗好打 他一定打你那個移民問題 都沒有講清楚 所以川普現在磨刀禍禍 他覺得你拜登的資深 我們講說棒球術語 先發投手40歲以上 老投手被打爆了對不對 你現在派一個上來要處理敗戰投手 你看川普要怎麼修理你 所以到底是往上爬還是往下墜下去 這個變數好像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們到回來想關心台灣 因為現在立刻賴清德那邊 還有包括很多的拿出來 說早在2022年的時候 我們賴總統跟賀錦麗就有同台了 在宏都拉斯總統的就職典禮 賴清德就上去 這個當時不知道怎麼安排的 可以跟這個賀錦麗跟他對談 我也不知道賀錦麗只不知道是他 但至少他們寒暄之後 賀錦麗就跟他講說 他是非常支持台灣的非官方關係 支持台灣的自我防衛 我想說連他都知道自我防衛 就是要買更多的軍購這樣 然後到了2022年11月的時候 隔了兩個月賀錦麗說 向習近平強調兩國應該要負責任 處理競爭的關係 維持好溝通的管道的暢通 所以過往我們對賀錦麗兩岸的政策 美中台政策比較沒有印象那麼深 能夠爬梳的資料就是這一些 另外一個指標是拜登退選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股債 還有美元的走勢有出現一些變化 因為美股本來這幾天就是一直在跌 但是可以看到道瓊指數S&P還有包括納斯達克 都有小跌或者小漲 尤其是跟科技股半導體 跟台灣息息相關納斯達克 他原本是漲滿多的 但是拜登退選之後 一開始漲滿多的就變成 他的漲幅收斂了 覺得好像是不是覺得還是川普 比較贏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台股今天直接暴跌了 暴跌了612點 台積電還一口氣在一天裡面 跌了31塊錢 另外一個特斯拉也變成周災區 本來馬斯克在之前是挺川普的 不管各種言論或造詩 他都是挺川普的 但是沒想到川普居然說 他上任第一天就要取消 電動汽車的這一些補助的政策 所以當天特斯拉的股價 直接中錯4% 請教委看 川普真的還滿不可測的 這個馬斯克這麼的支持他 然後他的政策是對電動車 說同一刀就同一刀 對 這樣怎麼辦 他還捐那麼多錢 好 我是覺得 因為大家知道股市是我 比較不懂那一塊 那今天因為凌晨發生這個事情 今天的股市 台股就會根據這個波動 我們今天是大跌對不對 其實我還不太懂 因為川普退選這件事情 我雖然覺得很震撼 因為他畢竟做這個決定 先前大家看 他如果 川普對科技股還有半導體 他其實是需要可以更多的制裁 所以半導體 尤其AI之前就漲得太兇了 所以多重的因素 就直接直接墜下來 要怎麼講這個我也理解 但是問題是拜登退選跟拜登繼續選 川普的當選機率有改變嗎 好像也沒有 如果你是擔心川普會當選 其實對半導體影響也很大 因為他也是支持對中的制裁要強化 對 如果說今天賀錦麗上來 是讓拜登更可能當選 我們才應該跌 對不對 所以換了賀錦麗以後 沒有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拜登或川普 其實對半導體都是負面的消息 所以就是說其實臺股 我真不知道說我們臺灣 因為美國美股沒有那麼大波動 是臺股的大跌 我是覺得我們臺灣的股民 自己要求 但股市不是我專長 我就不講那麼多 那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賀錦麗 因為川普他 拜登他離開之後 賀錦麗進來 他顯然就是第一個要穩住 就是說能不能贏 民調還輸 可是就是那個裴若曦 他一直在強調的 眾願總不能連眾願都輸 所以賀錦麗來能不能這個效果 就是其一 其二 拜登現在目前離開以後 他要繼續當一個好總統這件事情 川普他就開始攻擊了 重擔的時候是美國優先 大家彼此不攻擊 可是現在你說你要退選 今天川普罵得非常兇 他說他沒有資格選總統 所以他也不能繼續當總統 他想說早就現在都應該要下台了 然後他就批評說 因為賀錦麗 你是拜登的副總統 拜登爛你也是跟著爛 所以他已經把賀錦麗 當他的對手了 當然他的民調看起來差別沒有這麼大 只是說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一次川普他得 他發生那個狀況太特別了 所以如果整個情勢這樣走下去的話 川普確實極可能會當選 我們要去注意他後續的一個狀況 那川普如果當選 有先前跟大家講過了 包含我們的軍費跟我們的國防預算 勢必是會提高的 講股票可能有點遠 但是請教教授 對我們的兩岸 比如說我們武器會不會買更多 兩岸能不能和平 美中台的關係 就是美國大選到目前的發展為止 你覺得影響是如何 我覺得還是要看的是 我們就講川普好了 川普當選一面大 大家現在可以研究川普 川普主義或是川普我們講的 獨立 孤立主義 非常明確 我們不管他是這種交易式人格 其實他對台灣的議題 他不太上心 我坦白講 台灣就看到一個淺的符號 對 因為波頓在他的回憶錄講 川普對台灣問題極其消化不良 極其消化不良 因為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他想用台灣的時候他就用上來 第一次穿賽通話 大家很高興對不對 問題是川普要跟中國大陸談生意 談貿易戰2017 18年的時候 他就說第二次穿賽通話 他說我不要 我不要再談 然後不管是很多法案也好 官員來台也好 川普想用的時候才用 他不用的時候他不希望你提到談 所以我們台灣變工具對不對 七字 對 他桌子 他有一個桌子 他的桌子說這個桌子 那個叫堅毅桌 他說這個桌子是中國大陸 然後上面是sharpy 鋼筆 他說台灣是鋼筆 你就用台灣一直戳那桌子就好了 這很明確的 他是把台灣當成他交易式的一個籌碼 當然我們一直在講說 川普的戰略就是 也是戰略模糊 他從後來不講清楚 台灣發生事情他怎麼做 他賣給我們武器 我做過研究 他任內超過180億美金的 這個軍購給台灣 史上最高 還比歐巴馬時代多了40億美金 而且賣了M1A2那種很大的坦克 還有F16新的飛機 很貴的 就被質疑不是台灣的戰爭形態適用的 拜登上來全部全盤推翻 那未來你說拜登 川普上來的時候 他會回到哪一種形態 我們不知道 那再來我們還在看的是 那如果賀錦麗當選 賀錦麗剛才 要說你講很多 那東西我們耳熟對不對 聽起來很像對不對 這拜登講的 這拜登政府時候的 因為你想想看賀錦麗 他從以前都是法律的 他在加州的時候 就檢察總長做法律的 他從政之後 他跟著拜登選舉的時候 他是副總統 總統在講外交 在講國防 在講兩岸 副總統在旁邊聽 他可能連筆記都沒有抄 所以目前他接下來要惡補的就是兩岸關係 美台關係 美中關係 這點我覺得他逃不掉 你美中關係到底要怎麼做 怎麼行出大國的競爭 美台關係 你到底把台灣要放在哪裡 但我覺得賀錦麗會複製 拜登那種什麼 怎麼軸服體系 以民主價值 晶片同盟 全盤複製 問題是 他要當選機率真的滿小的 所以可能更多人會花時間 在研究川普裡面 大家好 我是謝耀錦麗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